记者施小光台北报道,针对桃园市长党内提名初选结果出炉后,参选人签立委杨丽环质疑民调有问题,要求重做,国民党组发会主委李哲华回应,第二名的前中立市长桃园市议员鲁明哲没有抗议,其所展现的风度,值得深思。 李哲华指出,过去三天民调执行过程中,杨丽环都有派观察员到场监看,如果过程有问题,应该当场提出异议,但事实上并没有。 他并强调,桃园市党部办理初选民调的执行过程相当严谨,杨丽环不能因为成绩不如己意,就质疑民调执行不公,他认为杨的抗议理由莫名其妙。 李哲华还说,先前台中市长提名民调,落败的立委将启诚支持度,只说立委卢秀燕零点多,没有任何不服气。 这次桃园市长初选提名民调,第二名的楼明哲也没有抗议,其所展现的风度,值得深思。